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需要做的行为 医生 谢谢你 谢谢 病态大家常常听到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人 有压力很不开心 或者遇到一些生活上的挑战 要找到辅导 但不是可以即时去到专业治疗 我们给一些提示我们的管理人 如果公司遇到不同的情绪反应 同事的情绪反应时 怎样可以给一些基本的支援 简单来说 情绪要让大家明白 每个人都会有 即使是情绪反应 每个人不同的纲位都会有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老板的角度 即使你面对有情绪 有负面想法的员工 我想首先不需要太过警方 不需要太过手足无措 实际上他们可能有这个反应 是有些因由 因由是否一下子 他在现在这个状态 立即告诉你 很多时候未必是 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的 他可能也不敢在老板面前说 我想在老板的角度 我觉得最想知道 第一要尊重你的员工 他有这个行为 或者有这个情绪 我想是事必有因 亦不是无缘无故 亦不是想有任何后着 是想做什么 没有人想情绪不好 所以在老板的角度 我觉得要明白员工 接纳和尊重员工 他有这个情绪反应 而第二 我想是聆听 聆听员工的需要 不是每个老板都会做 很多时候老板 在聆听的过程中 他不能放下自己固有的观念 或者他的看法 牢牢抓住 基本上很难和员工 有一个很正面的沟通 因为作为老板要明白 就是作为老板和员工 其实处于两个不同的岗位 所面对的事情都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不能放下身段 去了解从员工的角度出发 为何他们有这个问题出现 为何他们会有这个情绪反应 基本上是无保于事的 所以在老板的角度 其实要做的事情 可以说难 又可以说容易 不用懂得 有什么特别的辅导技巧 而是可能在老板的角度 只要明白 去接纳 去尊重 用员工的情绪 同时多聆听 聆听 其实给了员工一个很大的恩惠 因为他会知道 老板也肯来听我说话 老板也肯放下身段 不用自己的角度 从我们的角度去想 事实上对员工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兼且在之后的辅导 我想出需要的力量 都会少很多 当然遇到一些比较棘手 或者不容易处理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是要找第三者 去做一个调解 或者从中去帮他们中间 去化解一些 可能到现在都未必化解到的矛盾 因为有时老板就会有个角色冲突 如果做了调停的角色 可能那个界线会模糊一些 而且员工都未必真心 或者会跟你说真话 所以在老板的角度 就是刚才所说的 主要是一个聆听尊重接受